我們上次這課談到說 Y是等於2n加1 然後有同學 你們有同學提出來說 2乘3n是偶數 然後加1永遠是怎麼樣 所以永遠是奇數 所以我們上次談過 如果是Y不是整數 或者是偶數的話 也會怎麼樣 也會發散 我們就得到I跟N 就 得到那個Harmintone eigenvalue 那我們下一步要做什麼 我們下一步要把所對應的破換數找出來 那我們前面寫過 U 我們前面不是有這個函數嗎 你可以寫成Y 那我們在Y等於什麼 Y是等於這 Y是等於這樣對不對 那我們在這邊是Y平方嘛 所以我們把那個變量 我們把變量換回來 我們把變量換回來 所以說得到U 我們破換完數就變成這樣子 那我們知道I跟Value I跟Value是在這裡 它是跟N有關嗎 N是從0到5線大嘛 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這邊也可以編號 我們N 等於這樣對不對 OK 我覺得每一個N 對一個N 有對一個怎麼樣 對一個破換數 每一個I跟Value 有對一個怎麼樣 有它對應的I跟Function 對不對 那我們把那個怎麼樣 把HN把它帶進來 你就得到 這就是我們的破換數 這就是我們的破換數 你們知道對這個地方 這邊是SUM 從頂 對不對 從頂開始 SUM到N 知道這N怎麼來了沒有 小一小這N怎麼來了 原先是 原先我顯示無限大嘛 對不對 但現在只針對特定的N 它只SUM到這裡 知道怎麼來的 再從那個係數 我們再從那個係數走走 我們知道這個 A的 對 所以當M等於N的時候 我們原先是這M等於 0到無限大嘛 對不對 當M等於N的時候 分子變成多少 對 分子變成0 對不對 所以AN加 A的N加1 N加2以後 全部都什麼樣 全部都變成0 然後AN加4等於0 然後 這樣清除了嗎 所以停在哪裡 所以這個SUM停在哪裡 停在N的地方 這樣清楚了 所以你看我這個SUM就停在怎麼樣 停在這N 那我們下一步 我們下一步 就把每一個N 每一個N所對應的它的I方形 我們把它找出來 那我們底下分成 我跟你們做那個N等於0開始 N等於0 N等於1 然後N等於2 我們來做看看 one state 就最低能量 最低能量 最低能量是N等於0 然後1 這能量是2分之1H8Ω 所以我們就得到U0 就是 所對應的波環數 那波環數就是從0 從M等於0展開到0 所以只有哪一項 只有1項而已 所以我們就得到A0 對不對 就一項 然後一項 這是M等於0 所以0次方 到0次方 所以怎麼樣 就有這項 就是這個係數 我們得到這個結論 這高速函數 這高速函數 就是說減學運動 減學運動的波函數是怎麼樣 是高速函數 那我們怎麼樣 把A0找出來 怎麼樣把A0找出來 對 要皈依化 我們皈依化 就得到A0 好 我們就得了 我們把它帶進去 對 那這個你們可以插積分表 這個積分表有 所以你直接插積分表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就得到 規律法要等1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得到A0 這樣的話 就規律法的Igon function 我們就找到了 那我們再複習一下 還記不記得 我跟你們講過 波函數呢 是有單位因次的 對不對 還記不記得 我一直跟你們強調 那因為 這個函數是沒有單位因次 所以單位因次在哪裡 在前面這係數 所以你們看 當然這蠻複雜的 這係數是什麼單位因次 長度開根號的 分之一 這樣會 然後我們這次得到 那個N等於0 N等於0的破函數 那我們再看 我們再做一個 我再跟你們做1跟2 我們先來看2的 N等於2的 2分之3 H8 這邊應該講 我們這邊應該講怎麼樣 講reduce mass 你可以把M換成reduce mass 是配合的嘛 這化學你們都 普通話應該學過嘛 對不對 所以碳綿彼齒的震動能 是哪一個 碳綿彼齒的震動能 就是我們剛剛寫那個 我們寫那個 那個 我們寫那個 那負的 然後 H平方 然後 這邊是什麼 這邊應該是reduce mass 這是雙體運動嘛 那你們再力學 我們再複習一下力學好了 力學的雙體運動 我們可以把它換成什麼 相對運動跟什麼 跟直行運動 還記著 相對運動的話 這是什麼mass 就是reduce mass m得多少 那我們看 得多少 相加的相乘 對對 相加的相乘 就是 m平方 m加 m 對對 所以等多少 二分之m 等一下 m 所以是氫原子的 指量一半 叫reduce mass 這樣會 那因為 這符號是 應該是數上用了符號 所以我就直接用四套符號 對 那你們可以把 你們可以把這個 嚴格來講 嚴格來講 你們可以把 書上的這個m 把它換成什麼樣 換成reduce mass 我們現在就繼續討論 那個n等1 n等1的 i function 來 我們來看 這上面寫 該怎麼寫 原先是從0到 m等0到n 對 對 那現在n等1 n等1 對 能不能這樣寫 能不能這樣寫 我們來push一下 能不能這樣寫 我們來討論一下 若是這樣寫的話 第一箱是什麼 第一箱是A0 對不對 A0的話 下一步得到A2 A2除以A0 我剛差 A2除以A0 等於多少 等於 0加2 0加1 對不對 然後上面呢 上面0 0對不對 2乘下m 0 對 減掉 加1對不對 這是一分的多少 一分在這裡 一分是2加1 1 在這裡 21乘上21 加1 1 所以多少 多少 3 是等3 對不對 沒有錯 2乘上1 對不對 2乘上1 2加1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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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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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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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基数的就是全部基数 我数就全部我数的 所以这N等基数的话 底下要从基数开头 这样签什么 如果N是我数的话 这边要我数开头 也就是零开头 基数的话要从一开头 有没有问题 所以你在这上面行得注意 这从零或者一 那决定是什么 我把它补充在这里 这边零或一 零的话是什么 N是什么 N是我数 一是N是做多少 N是基数 你们把这注明一下 讲清楚吗 这七点 七点你这边写一下 如果N是我数的话 从零开头 如果N是基数的话 从一开头 这样会吗 所以我们这等于N1 好 因為只有1項,所以是A1 A1,然後這個是多少? A1,然後M是1 所以變成根號2分之1,變成太根號 所以是這樣子 這是N等1的波函數 那怎麼樣決定A1? 一樣,規意化 規意化得到A1 你還是可以查基本表 這個高斯蘭氏的基本還是可以查基本表 我們得到的結論是這樣 那這一部分你們查基本表 你們查基本表就可以得到這個答案 所以最後我們得到A1 這是我們最後的結果 所以我們係數係數也都定出來了 對對 那我們破完數,破完數怎麼樣? 破完數就決定了 就規意化了破完數 那我再跟你們做N等2的 我們再做N等2的,然後一直列推 那下面N等3的 你們可以自己確定一下 看你們會不會做 到這部會 那我再幫你們做N等2的 走5分之5的H8ω 那我們把公式寫下來 所以我們得到U2 從哪裏到哪裏? 上面是N 上面是M 所以上面是M M從哪裏到哪裏? 從頂 因為在這邊 N是我數,所以是從頂開始 所以我們有幾項 那我們幾項 我們現在變成有兩項 對起來 中間應該跳 我這樣寫 還是有 中間應該跳 0 0 這邊 怎麼講 這上面就只有針對 怎麼樣? 針對偶數的 中間沒有1 所以這樣寫還是不完全 這樣寫還是不完全 你要知道 就是說 在電腦很容易 電腦很容易 就是我在家的時候 就跳一個 你們這邊注明一下 這樣寫比較好 如果偶數的話 全部是偶數 基數的話全部是基數 你們注明一下 我這樣寫還是不很完全 或者這樣寫也可以 就是 EVEN的M R的M 你可以註明這樣 就是說 這一排的話全部都是EVEN 這一排的話全部都是怎麼樣? 都是基數 這樣比較清楚了 所以我們這邊有幾項? 有兩項 A0的一項 A0 然後多少? 這邊是0次方 1次方 所以加上 A0的話 這是0 這是 x等於0次方是1 這也是1 加上A1 那A1 這邊是多少? 2分之1 對起來A2 這是M等於2 M等於2 對不對 等於1 A1 所以 A1 然後 F1 平方 OK 我們可以這樣寫 2 2 這不是A1 這是全部 這邊全部都是我數的 然後停在A2 好 我們現在不要把這係數 把後面這係數 找出來 我們叫A2 A2 除以A0 等於什麼? 等於0加上2 0加上1 對不對 上面的是2乘上什麼? 2乘上0 減掉1總加1 對不對 1總是多少? 1總在這裡 2的是多少? 2的是加1 對不對 所以是5 所以是-5加1 而父母呢? 父母是2 所以等於多少? 負4 所以是負2 就A2是A0的負2倍 所以我們這個式就可以變成怎麼樣? 所以U2 A0 對不對 然後這邊呢 換成A0 所以能負的 多少? 2倍的 A0 然後再 然後再 那我們現在可以把A0 把A0提出來 我們把A0提出來 這樣 好 然後1-2 這是我們的PO 函數了 對 然後現在還剩下一個未定係數是A0 那我們來想A0怎麼得到? 怎麼確定? 怎麼確定A0? 對 歸1化 這歸1化我們就得到把A0定下來 好 那下面是歸1化 你把這個 把U2在這裡 對不對 把這帶進來 帶進這邊來 那這邊不就兩項嗎? 對不對 兩項相成變成多少? 變成四... 對 這平方 這平方 這個平方 這平方 你可以展開成到四次方 我把他寫在這裡好了 好 怎麼樣? 後面的那個時候 沒有二樓 對 沒有二樓 對不起 這邊是平方 平方的所以 所以這二沒有掉了 這個積分 這個積分 這個積分牽在X的四次方 有些積分表可能有 有些積分表可能沒有到二次 有些積分表可能到一次方 或者平方 沒有到四次方 那四次方你們會不會做? 假如積分表沒有的話 會不會做? 用部分積分 你們用部分積分就可以全部積出來 那最後積分出來的結果是這樣子 最後我們得到這個結論 你把這A0帶進去 把A0帶回去 就得到怎麼樣? 得到我們的 eigen function 就規一化的 eigen function 這邊我是幫你們做到N等於2 N等於3你們自己會不會做? A3可以換成什麼? 寫成A1的 A1提出去 然後再規一化就可以把A1定出來 這樣會有沒有? 當然比較複雜一些 我們根本解那個N等於0 N等於1 N等於2 那這些函數 這些就是我們解出來的這些函數 剛剛好是一個特殊函數 這個特殊函數 我把他寫在這邊 這是一隻特殊函數 你們學過多少種特殊函數? Beser是一個 還有呢? Legender Legender是Polynomium 這也是Polynomium 就多項式 所以類似Legender那個 那你們在學特殊函數的時候 那你們不一定會背起來 那你們在學特殊函數的時候 你要注意什麼? 注意哪些 哪些特性? 我先把那個特殊函數寫下來 我們再討論它的特性 這是從 這組特殊函數 0,1,2,3 我給你們寫四個 這才寫四個對不對? 你們在學特殊函數的時候 有幾個地方你們要注意 第一個要知道怎麼樣? 叫做recursion relation 所謂recursion relation 因爲它這邊是有變號 0,1,2,3 對不對? recursion relation 告訴我們說不同變號之間 它的關係 不同n的之間的關係 那我把這個關係 這是你們書上有 那我告訴你們 就是它的重要性 這裡面書上有 這是書上的108 第四章的1084 這是1094 這是10809 那我現在告訴你們它的重要性 你們學任的特殊函數 任的特殊函數都有這個公式 那我們看這個公式告訴你們 我把這個式子可以寫成這樣 第一個是沒有簽得到唯分 第二個是簽得到唯分的 這是簽得到唯分的 那我們看第一個式子告訴我們 第一個式子我們可以這樣寫 對不對? 第一個式子我們可以把 右邊把這兩項搬到右邊來 搬到等號的右邊 那這個式子告訴我們什麼? 那這個式子告訴我們什麼? 怎麼樣? 有關係對什麼樣的關係? 告訴我們說 如果N跟N簡易之 如果 如果 HN 已經算出來的話就可以算什麼? 就可以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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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加1 N加1 右邊如果已經算出來的話就可以算怎麼樣? N加1 那我們現在從0開始 我们只要如果当H0 及H1 已算出了 可以算什么 可以算H2 对不对 那现在已经H2跟H1 已经知道了可以算什么 可以算H3 现在H3 现在H3已经算出来可以算什么 算H2 所以你只要算哪几个 你只要算哪两个 只要算这两个就好了 清晨没有 你只要算最简单的这两个 你就可以得到怎么样 可以得到所有的 这样会了没有 特殊还是对我这特性 以后我们会学那个 Servical Base Function 又这特性 会不会用了 应该会用了 所以这很好用 就旅客室路约型是很好用的公式 你只要算最小 最前面那两个 就算这两个 就可以得到怎么样 得到所有其他的 这样会了 那这个我们刚好就是我们刚得到的 我根本来算的N等于0 N等于1跟N等于2不对 刚好可以用这三个来表示 我们来 你比较一下 比较一下 我把这个写出来 我把那个公式写出来 这时候我们刚得到这三个 刚得到这三个函数 对不对 这三个Ion Function 可以表示成什么样 可以表示成那个 Hermit的怎么样 的那个多相式 你可以自己校对一下看 我刚刚得到的答案 对不对 我刚刚得到 用把这个带进去 把这个带进去 你可以自己校对一下看 那这边我特别提醒你一下 这边有个负一的 你这负一 写不写都无所谓 为什么还记住 我以前在讲破函数的时候 不是告诉你们 破函数你认得成上一个长数 或者相位细数 都还是怎么样 都是相同的破函数 这样清楚吗 也就是说你成上 这样的一个相位细数 都是破函数 负一是Pi等于多少 负一 Pi等于多少 等于Pi Pi等于Pi 等于Pi 我不会跟你证明过吗 任何相位细数 承上任何相位细数 你那破函数还是一样 而且还是规义化的 你再复习一下 我讲破函数的时候 负一是相当于iPi 指数还是iPi 指数还是iPi 所以这个写不写都无所谓 这样清楚吗 另外有关特殊函数 有关特殊函数 特殊函数是有表可以查的 而且我电脑软体可以用的 这样清楚吗 所以当你在算这些函数的时候 H0 H1 H2 可以怎么样 你可以有软体可以算的 这样清楚吗 是有软体可以算的 所以你直接带这个函数的名称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